居家检疫期间 竟然二度 让男友到住所探视过夜 严重违反防疫规定 市府依照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特别条例 重罚20万元罚款 台中市南屯区一位女子 1月26号自中国大陆返台 居家检疫期间 竟然二度 让男友到住所探视过夜 严重违反防疫规定 市府依照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特别条例 重罚20万元罚款 此外 他的男友虽然不是居家检疫者 卫生局已通知服务单位加强消毒 现在已要求暂停上班 自主健康管理 目前一采是阴性 二采同样阴性才可以恢复上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